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自己的发展 你看这一次的拜访 显然他对自己的期待很高 也就是他这一次所有的安排 都是为了建立比较完整的对口 那包含了习近平未来 对台湾的想法 包含他自己未来的发展 那他等于是一个 在新北市长毕业之前 必须要做的一个正通人和之旅 那做完之后 他以后在狗民党内部 就有机会再上一层楼 中共方面他也给了朱立伦 一个相当高的规格 直接是用国台办来建 新任的主任来建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等同是宣称了朱立伦 就是新一代他们的对谈的对象 也就是在台湾这边 他们的对话的窗口 就某种意义上来说 当然我们可以说 吴敦毅似乎就被摆到一边去了 可能中国在某种程度上 中共可能认为吴敦毅 可能撑不过2018年底的大选 就算选完了之后 如果没有太大的斩获 他还是可能下台 实际上随着连战 他们这一批人退出了第一线之后 再随着马英九 因为他促成马习惠 也退出了第一线之后 其实国民党目前来讲 是没有什么明确可靠的 两岸沟通管道 所以与其说他是获得可能 不如说他是去 重新建立一些互动的机制 我想这个机制才正在开始 那这一次 如果这一次拜访行程 没有出什么太大的问题 比如说引起两岸政治的剖刀的话 我想双方可以 或许可以建构出一些互信的基础 你对于朱立伦的称赞 或对他表现的看法 其实是不期不待没有伤害 因为严格来说 朱立伦现在并没有很重要的党值 那他也是一个即将现任的新北市市长 所以各种观点看来 你并不期待他会达成什么 关键性的突破 或者是会有什么石破天津的沟通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朱立伦的表现是 虽不重亦不失 那至少替国民党重开了一个可能性 那所以大家对于朱立伦应该觉得 不错 如何去诠释 或者是跟中共建立某种互信机制 把中共放出来的利多 转变成为自己的政治资产 我觉得这是蓝银最大的一个考验 因为如果中共觉得这些事情 我自己来就好 你可能也没什么帮助的话 我觉得对蓝银而言 你去抢两岸之间的互动桥梁这个位置 可能对他自己更加是一个伤害 因为不只是台湾人民这边觉得没用 如果连中共都觉得 你这个共同管道好像没什么作用 跟你谈好像没什么意义的话 这个国民党的后事 可能放弹起来会更加的辛苦 蓝绿两党来讲 其实要考虑的就是个性决定命运 那蓝银对两岸关系通常过度乐观 然后绿银对两岸关系通常过度悲观 所以柯文哲其实他想要占的就是 在过度乐观跟悲观中间 能够找到一个机会 说上话插上嘴 那可是关键就变成 那现在蓝银能不能跳脱他们的诅咒 就是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乐观 你可以审慎一对 那绿银能不能跳脱他们的诅咒是 你不要每次看到老共都觉得很害怕 他一定有阴谋 他一定要陷害我 而是在这个全球化的贸易战里面 你有没有可能从中有一个操作的杠杆 而不是只能偏向一方 否则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在国际的竞争当中 只能偏向一方的话 那谈判的对手一定会吃定你 那吃定你台湾的利益就不会最大化 这才是比较大的危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